有一个善心团体发起为独居老人打扫居家环境的行动 来到三支区恒山里的山区 区长也期待透过媒体的力量抛砖引玉 一起来改善独居长辈的环境 高龄化的社会长辈独居也越来越多 在三支区恒山里有一位独居长辈年事高 平日里不方便打扫 多年下来以至于居家环境变得杂乱 近来在善心团体的关注之下 发动要集合力量为这位独老打扫居家环境 而这个团体为善发自内心不希望公开居民 期待透过自身的力量能够改善独居长辈的环境 也可以唤起大家对于独老议题的重视 行善是所有团体都共同的语言 那我们也是尽一点心力 那尤其在我们主持人也给我们一个期许 说我们行善以后还能够不执着 我们也是抱着这种心理在训练 那大概我们也没有什么动机 就是看到一些好事能够做一做这样而已 那北海岸其他团体也都很热心 那我们就就我们团队能到的部分 做一点贡献 那其他团体像那个酸联基金会啊 还有几个团体他们都有很高的专业 那我看他们都默默带坐 那我们也是学习的 可以见到独居长辈的房子 在山间小路里布林大路 从门边开始就有相当多的杂物堆积 进门之后更是因为历久都没有打扫 显得阴暗 在善心团体细心打扫 协助清洁洗刷物品 并将清扫出来的杂物垃圾分类回收或是丢弃 希望做爱心同时也可以兼顾环保 那因为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慈善团体 也特别就是将爱心就化为行动 那就来到我们恒山的独居长辈的家里面 来协助做清扫 希望借由这个清扫 也能够让长辈的一个居住环境 能够更加的好 也能够让他整个环境能够做一些提升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洪处林 今天也特别来参与我们的一个采访 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善心议局 让更多人都知道 希望也能够吸引更多善心的人士 能够一起来加入 一起来服务 有别于年关将近才发起年终为独老除旧不新的打扫行动 这群善心人士从平日做起 只要有需求就协助 区长也来到现场感谢善心团体的善举 期待透过媒体传播的力量 能够有更多善心关注独老的议题 套专隐喻 让独老的生活品质更好 居家环境变得更舒适 谢谢老平和三志采访报道